为了要帮助更多年轻人创业 蔡威德在平林打造了平林共创基地 希望整合与煤河更多的资源 来帮助在地返乡青年推动地方创生计划 两位年轻插画家以平林生态为主题 画下自己心中最美最特别的平林 这是目前正在平林农创聚落展出的 我们的山最迪北纳插画展 而这次展览幕后推手 就是平林共创基地创办人蔡威德 蔡威德表示 平林共创基地期盼透过资源的整合与煤河 提供年轻人在创业道路上更多的协助 对于青年的部分 我们第一个是对于政府计划的资源的衔接 然后再来就是说 如果他们想要做一些品牌的加速包装 甚至一些活动类型的事项的话 都可以在这个空间 以及透过共创基地一起去协助跟完成 像是这次提供插画家展览空间 也顺道推广平林在地特色 为地方注入年轻的火力 也是平林共创基地的目标之一 尤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平林青年返乡 蔡威德希望可以串联更多人 一起为平林努力 平林这几年越来越多返乡的青年跟青农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个基地可以把大家串联起来 那透过资源的互相的共享 然后甚至在地方的共创 让平林可以有更多更多 不一样产业的一个多元的发展 平林共创基地 坐落于过去的平林民众服务社 未来这栋建筑 还将成立新北市有机运销合作社 透过多元管道 让社会大众看见平林的美好未来 记住这栋建筑本期 平林采访报道